蔡英文表示不会是现在的选项 也不会是将来的选项 但国光石化千场彰化 却是蔡英文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的选项 当时她就被环保团体痛批 不但要求环保署要限期完成环平 而且还打电话给某位环委官说 当时蔡英文事后也曾经解释 她是因为受人之托才打的电话 至于苏贞昌也说 国光石化的计划必须停止 但更讽刺的是 这个案子就是在苏贞昌 担任行政院长任内所通过的 所以两人今天都被国民党反过来 痛批大言不惭 环保署长沈世宏在答询时更反击 想要执政的人公然说谎是不对的 国光石化是不是要牵托到国外 不开口可不能挡住民进党的炮火 选前到印尼 千万不要又选完以后 又从印尼搬回台湾 白海纯一到国光就会转弯 那国光遇到选举就会转弯 国光石化这碗冷饭 偏偏在面临连任挑战的敏感时机 被马政府吵得羞棍棍 对于立委话说的明白 国光石化碰到选举就转弯 这不摆明是为了多拉几张 中部选票吗 国光石化应该悬崖热马 那马政府如果能听到民间的声音 也能够在政策上来做出政策的决定是好的 骂是骂得很凶 但注意到了吗 就连也想选总统的苏敦昌都没反对国光石化 千长海外 毕竟当初可是民进党执政时 决定要设厂彰化 而这也成了国民党最强的反击目标 我96年 这个行政院 邱毅仁副院长还召集会议 决定 让国光石化从云林县 移转到彰化县 国民党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 要应该以现在的形势 未来的需求来做这个考量 老是把时间点拖到过去 那把所有的责任丢到过去的执政者 我觉得不能够显示出来一个执政者的格局 国光石化争议 国民党力往狂澜 民进党穷追猛打 要说选举考量 双方恐怕各有一些暗自盘算 杨学王志乔林凯 台北有的